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灰色地带战术 跟观众朋友做个说明 灰色地带战术 其实就是所谓消耗战的 一种实施方式 什么是灰色地带 如果说我家门口有个院子 外面有个马路 对面有个院子 对面的家家人 那个马路就是灰色地带 如果说对面的人 有事没事去在那个马路上 一天到晚转转转转 宣誓那是他家的 对我来讲威胁是不是很大 是 所以现在中共就在做这件事情 他不管是老台 烙台 或者这次辽林 山东舰由北而往南走 故意经过台湾海峡 就在做这个灰色地带战术 这个灰色地带战术 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 当第一个消耗 我们的战力会消耗 我们总是要派飞机去看它 派军舰去看它 第二个人员会累 不断地来就会累 第三个最严重的 我问一下大家 这是山东舰来大家的感觉吗 习惯 麻痹了 麻痹了 狼来了 来多了 这就是他要的目的 他不发一颗子弹 不动一枪 然后慢慢地瘫痪我们 让我们失去警觉性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 麻痹我们的警觉性 同时让我们疲于奔命 对 那我们来谈一下山东舰 因为过去都是辽宁号 这次是山东舰 山东舰和辽宁号 我们来稍微VS PK一下 到底进步多少 的确有进步 辽宁舰是把一个 应该乌克兰 一个旧的航空母舰 重新活起来 山东舰是完全是 中国大陆自己自制的 其实它自制的航空母舰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想增加舰载机的数目 就是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 就是以前在辽宁舰的时候 舰载机是24台 那现在是36架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第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 它首先把它舰导缩小 舰导缩小是不是让 整个甲板的面积 舰导缩小 哪里是舰导 就是左上角那就是舰导 辽宁舰是舰导 这个是舰导 舰导把它缩小 就是什么样缩小 这个立体化 让它更高一点 所以山东舰的舰导缩小了 对 缩小了 所以它甲板面积就变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最下面 就是它舰载机数目 本来在辽宁舰是16 24架 辽宁舰是24架 对 到了山东舰 山东舰可以搭载 36架 兼15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还可以加12架辅助直升机 没错 就是整个甲板变大了 弹性变大了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它的雷达也改变了 它那个346雷达 以前是比较圆锥形的 它现在改成比较平面型 也是为了把舰导缩小 这重点都是为了把舰导缩小 所以在这两个差别之下 辽宁舰 山东舰现在整个战力 就比以前提升 至少增加42个舰导机 就接升1分之1 接升1倍以上了 飞机多了 飞机多了 航空母舰战力就变强了 那现在除了这个之外 这次山东舰从北望南走 除了刚刚讲的说 那个所谓的灰色地带战术之外 它这次的护卫 旁边跟的 是中国大陆蛮典型的护卫舰 带到护卫 带到护卫 中国大陆航空母舰的编队形式跟美军不太一样 当然是因为两个国力不太一样 它基本上就是两个驱逐舰 一个护卫舰 加一个补给舰 加上一个水下的潜舰 这是它标准配备 它两个驱逐舰里面 第一个驱逐舰就是 我们节目里谈过055 他们叫做大驱 这个大驱相当于美国的巡洋舰 比较重要的是 它比较靠近它的另外一个驱逐舰 是054D 那个是比较近的一个 052D导弹驱逐舰 这个要稍微提一下 非常重要 所以052D导弹驱逐舰 它一般来讲 驱逐舰有几个重要的任务 除了对地的火力攻击之外 它上面配备的是长箭石 巡异飞弹 可以打2000公里的巡异飞弹之外 它比较重要的是防空 防空它是用 类似我们的工山 他们有所谓的红旗九 另外一个类似我们的海舰林 他们有红旗石 都在导弹驱逐舰上面 所以这个导弹驱逐舰的火力 是不可轻忽的 052D 那我再讲一下 他们一般来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护卫舰 护卫舰054A 054A 为什么要提起这护卫舰 因为054A的护卫舰 他们最近准备在增烧 增加20艘 054A是属于 大概作战半径是在300海里之内 就是它离航空母舰 比较建立一个防空舰 刚刚讲的飞弹驱逐舰 基本上是自海为主的 它是一个防空舰 那为什么说这个比较重要呢 因为他们最近增加20艘 054A的护卫舰 他们做法就是准备把第一岛链 300公里海里之内 全部把它屏障住 台湾就在这范围之内 那一般来讲 就是航空母舰 一定要有一个脱油瓶的 不能说脱油瓶 一个奶妈 补给舰 对 补给舰 901补给舰 所以它这次补给舰也来了 一定要来 所以我们看到 它有驱逐舰 有护卫舰 有补给舰 901补给舰 其实这个901补给舰 从另外的角度讲 也是山东舰或者辽宁舰 最大的缺点 因为它耗油量很大 如果它没有这个补给舰的话 它可能走没有一个月 没有一个礼拜 它就不能动了 要加油 加料 要加油 加料 那一般航空母舰 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不可能没有水下舰艇 所以这次 如果不是091的核潜舰 5000吨核潜舰在水底下 就是039的那个 财油动力潜舰 大概3500 所以水下还有一艘 一定要 因为航空母舰 也怕水下的鱼雷打它 所以水下一定要有一艘 所以这个基本上 就是航空母舰 水上四艘护卫舰 水下有一艘 一艘 这是航空母舰 最基本的配备 那它这次到底要去哪里 其实山东舰的母港 是海南岛的桑牙港 那它其实是要回到它母港 它前阵子到夏天的时候 在北方的黄海 东海做演练 它现在是要回到它母港去 干嘛呢 其实马上他们会在南海做演练 警戒要在南海做演练 对 这就是山东舰成军 其实它主要的防区是南海 你说我把它漏掉 山东号也好 辽宁舰也罢 你航空母舰carrier不是吗 就像刚刚整讲的 你就是要载你那个战机来 可是它的战机 它在辽宁舰24架而已 山东号进步到36架 你知道美国那10艘航空母舰 包括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包括法国的戴高乐号 他们都是60架战机 60架 你中共也不够它的6成 最重要的一点 中共航空母舰最大的致命伤 它没办法夜间作战 它没办法24小时作战 而人家欧美国家的航空母舰 都是一流 都能够直接24小时作战 你看光盾位就好 山东舰比较进步 7万吨 长度315公尺 那美英镑 他们的盾数都10万吨以上 都330公尺 那么它的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更快 它的结束 他们那个结束都在40节以上 所以我是说实在话 一哈不哈 对我们台湾人而言 你看我们台湾民众 这样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每天这样辛苦的工作 快乐的过活